各位好 今天我要分享的题目是 地震的震灾之后 最近世界各地人口集中的地区 一连串的发生了许多的地震 振兴了沉睡的心灵 原来我们是生活在这一个世界 并非想象中那样的太平 随时都可能发生天灾人祸 当灾难来到的时候 平安成了人人所祈求的心愿 这个不是金钱和富裕的物质 所能买到的 震灾之后 往往留下许多的故事 有的叫人感叹 有的叫人鼻酸 比如说在台湾 一位八岁的女孩 父母 兄姐和祖父母 都葬身在塌掉的楼房 只剩下他一个决然一身 但是因为可以得到 上亿的保险费和救助金 他的亲人彼此相争 为要争取抚养权 可以发财 在一个乡下的地方 有一所教会 因为附近被压死的人太多 无处去安置遗体 就只好暂时放在 没有水电供应的教堂中 但是教会里的掌子们 却以为圣殿是不可污秽的地方 就强迫这些受灾户 把棺木都搬走 而引发了当地人士 对教会的反感 其实自己的骨肉受苦受难 谁不愿意加以援手呢 在灾变的时候 我们往往会看到 社会充分的发挥了 互助的精神 甚至有一些不相似的民邦 都出钱出力 用心抢救 但也有人批评 在这种最需要爱心的时刻 基督徒在哪里 好像看电视上 所显示的 有佛教的人士 功德会的志工 媒体所报道的 善心的人士 几十亿的捐款 大企业 对于学校的重建的投入 却很少提到 基督徒的参与 导致有一些负面的新闻 贬省了教会的形象 其实 不光是台湾的教会 对于救灾的参与 真是不留的余地 在中国大陆 每一次参与救灾的 也有许多的教会 这些教会 在灾区的 都成立了救难的中心 牧师们 带着信徒 去慰问 伤亡的家属 神学院停课 大家下乡 去当义工 许多教派 都成立赠灾的中心 并且做出 长远 资源的计划 但这一切 却很少在新闻的媒体中提到 这是因为 基督徒了解 善功的争议 不在乎人的夸奖 乃在乎上帝的纪念 苦难是人生必经之土 乃是因为整个世界 对神判例的结果 但是神有怜悯和恩典 在苦难中 赋予人重生的能力 只要我们肯归向神 每个苦难 都是新祝福的起点 基督徒应当 以这种信心来传达上帝的福音 引导人归向永生 重建心灵 愿神帮助我 谢谢